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真是山雨欲来丰满楼啊 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现在是接连不断 大陆和台湾现在都是处在一个大变局的前夕 各个方面都动作频繁 各个方面都在为一场即将到来的地动山摇的大变局在做准备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其中的几件事情 第一件呢就是韩国瑜在台北召开的那个试诗大会 好些台湾的亲中媒体都在帮韩国瑜造势 比如说TVBS中天新闻都在帮韩国瑜吹牛 有的说这次试诗大会有20万人参加 有的说有25万 有的说不止有30万 TVBS最敢吹说有40万人参加 甚至中国大陆的一些媒体现在也在帮韩国瑜吹牛 比如说新浪的新闻 腾讯的新闻 他们都说有40万人参加 那这些媒体过去很少播放关于台湾选举的新闻 即使是讲这方面的事情呢 也是从否定的角度批判的角度来讲的 但是这次不一样了 这次他们说台湾的这个选举也是代表民意的 那是为了支持韩国瑜的这个选举啊 一向否定台湾民族选举的这些中共喉舌媒体 现在居然也说选举很好 只不过是呢 他们还是改不了说谎的毛病 各位网友大家自己去看一看 韩国瑜这次试诗大会的现场的这个录像 特别是那些有全景的那个画面 能够看见人群边际的那些画面 然后呢 再估算一下这个参与的人数 怎么可能有40万呢 不可能有40万 甚至是不可能有30万 我告诉大家 最多最多都不会超过3万人 我的有三位朋友 都是工程师 我请他们呢 用科学的方法来估算一下 这次凯达格兰大道上面的聚集的这个人数 他们三个人呢 分别都做了自己的估算 怎么估算的呢 他们是根据电视上面的那个大会的全景 先确定一下人群聚集的这个边际 然后呢 他们参考台湾台北的这个地图 把人群聚集的区域啊 划分成100个面积相同的小方块 然后呢 随机抽出其中的几个小方块 数一数方块里面的人数 然后呢 就得出这些每一个方块里面平均有多少人 再拿这个平均数据乘以100 这样就得到了整个参与的大会的大致的人数 那用这个方法呢 三个人得到的数字差的不远 一个呢 是两万五千多人 一个是两万六千人 一个是两万八千人 那两万五 从两万五到两万八 这就是这次造势大会的总人数 有兴趣的朋友 尤其是台湾的朋友 大家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测算一下 这次参与大会的啊 总人数到底有多少 中国大陆的啊 那些这个喉舌媒体说谎造谣 那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那他们是党的喉舌嘛 党要他们去为谁吹牛 他们就不敢不吹 但是呢 台湾的这些媒体 你们也这么做 你们真的就不怕被人家戳破了 你们真的就不怕被台湾的老百姓 集体的抛弃了嘛 是不是因为两个星期之前 你们到北京去领了任务啊 中共给你们下达了死任务 要你们呢 这么说谎呢 太无耻了 太无耻了啊 不过呢 我也可以理解 他们为什么 现在这么不管不顾 不遗余力的吹牛 不遗余力的骗人 因为呀 现在 中共的势力 和台湾的民主势力 现在已经快到了摊牌的时候了 已经快到了决战的时候了 有些人已经顾不得脸面了 我来给大家讲呢 第二件事情 就是啊 现在中共这个大陆最近呢 在大规模的征召和训练民兵 尤其是在北方地区 这是过去40年以来呀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那为什么要训练民兵呢 那就是为了准备打仗嘛 那就是要准备对外战争嘛 对外战争的时候 你靠什么维持这个国内的秩序呢 如果对外战争的时候啊 老百姓他走上街头抗议怎么办 光是警察那是镇压不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的 所以说他们呢 一定要组建民兵队伍 扩大民兵队伍 那么为什么 中共他要对外发起战争呢 现在中共掌权已经快70年了 经过这70年的这个胡作非为啊 他们现在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 在国际上面 他们现在已经无路可走了 现在美国 日本还有西方这些国家 现在已经彻底的放弃了 对中共的绥靖政策 对中共啊展开了贸易战 科技战啊 还有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围堵 那么在国内呢 中共又遇到了40年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 从现在情况看起来呢 这场经济危机一定会发展成为彻底的经济崩溃 而这个时候中国老百姓呢 已经对中共相当不满了 就在昨天6月1号 北京时间6月1号 广州火车站上面呢 就有好几千人聚集起来抗议 周围还有很多的这个旅客啊 围观支持他们 老百姓已经非常不满了 经济崩溃之后 这种不满呢 会达到临界点 然后呢就会形成全国性的这种抗议浪潮 就会演变成为推倒中共的颜色革命 今后一两年之内 中共垮台呀 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中共想维持政权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发动对外战争 转移矛盾 打谁呢 周边的这些国家 中共要不就是打不过 要不就是没有借口 只有一个地方 他们认为呀 他们是可以动手的 那就是台湾 如果啊 在这个颜色革命 老百姓革命爆发之前 中共突然发起统一台湾的行动 然后呢 就用这个行动啊 动员全党全军 然后就对全国实行军管 那么他们就可以啊 借此镇压国内的这个反抗运动 又可以实行啊 战争时期的这个经济体制 缓解经济危机 经济崩溃对政权的冲击 我在一评论证的第一百五十六期 谈过这个观点 我还推断说啊 如果是亲中的这个人士啊 在台湾执政 那么他们就会和中共啊 签订和平协议啊 中共就会对台湾进行和平统一 然后呢 当然台湾人民呢 是绝对不会同意一国两制的 那这个时候啊 他们就会发起抗议 中共也早有预案 如果台湾有抗议 他们就直接武力侵入台湾啊 声称要平定台湾的内乱 那么这个时候合统就变成了武统 那如果是绿营执政呢 绿营就会和美国紧密结盟 中共是根本没有办法攻占台湾本岛的 但是呢 他们会攻击金门马祖 尤其是金门 我这个观点呢 几天之前啊 得到了一个证实 现在呢 给大家讲一讲啊 几天以前呢 我见到了一个从国内过来的那个体制内的专家 一位军事专家 曾经在中国军队里面呢 担任过职务 他对中国军队呀 是非常的了解 但是呢 他现在呀 已经成了坚定的这个反对习近平的人士 习近平这种做法啊 就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这个统治地位 把整个国家 把整个军队啊 已经推向了毁灭的边缘 所以说啊 军队当中已经有很多头脑清醒的人 在想办法阻止他 其中有一些人呢 已经和美国和台湾啊 取得了联系 这位专家呢 他就告诉我 说他看了一些啊 关于我的 我的关于台湾的节目 也了解了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全民共振的这个活动 对我们呢 有这个基本的信任 所以说就专门过来啊 跟我们接触一下 我从他那里啊 也得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其中有一个啊 就是中共 关于啊 这个最高层啊 对现在台湾问题的判断 以及啊 他们这个应对台湾问题的基本战略 首先呢 是他们对啊 这个台湾2020总统2020总统大选的这个判断 本来呢 今年年初的时候 他们对亲中派啊 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但是到了五月份 他们认为亲中派啊 只有三四成的把握可以赢得大选 民进党赢得大选的可能性比他们还要大 尤其是蔡英文赢得大选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虽然现在蔡英文的民调不是很高 但是呢 他这个人在处理和美国 和日本欧洲 以及和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系上面 他站的立场是最稳健的 符合台湾的利益 同时呢 也跟这个美日欧这些国家的契合度啊 非常的高 他不像国民党那些候选人那么亲中啊 也不像深绿的那些人呢 其他的人那么急于的去挑战中共 所以说美国政府啊 是非常欣赏蔡英文的这种立场的 那现在啊 在这个美中对抗的这种心冷战国际格局当中啊 美国是绝对不能容忍台湾落到中共的手中的 所以说啊他们不想让亲中的人当选台湾的总统 那国民党的两个热门候选人 美国是绝对不会支持他们的 但是呢 他们又不愿意让台湾呢 主动挑战中共啊 走极毒的路线 那样啊 就让习近平更容易动员军队 更容易啊 发动战争 所以说他们现在呢 在赖清德和蔡英文之间 他们更喜欢更支持蔡英文 民进党的高层的这些人呢 当然也能理解这个道理 所以说他们现在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蔡英文 蔡英文现在的这个民调还不高 但是呢 他是在逐步上升 而且大家今后啊 一定可以看到啊 在某一个时间 川普一定会在这个美国和台湾关系上面 做出一个很大很大的举动 让蔡英文的选情呢 直线上升 中共当时啊 当然啊 也知道这个情况 他们已经做好了这个应对的方案 根据这位中共呢 前军事专家的透露啊 这个方案就是占领金门马祖的行动方案 中共占领金门马祖啊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风险的 首先呢 是这两个地区的国军的兵力啊 很少 只有几千人 而且呢 这两个地方啊 离大陆都非常的近 尤其是金门 三面呢 都是被大陆包围的 离大陆最近的地方啊 只有啊 大概两公里 所以说啊 要想守 那国军呢 是根本守不住的 中共可以轻易的拿下这两个地区 第二呢 是如果中共攻占了金门马祖 美国是不会参战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美国的台湾关系法 在1979年 美国跟台湾呢 断交之后啊 他们还是用了一个台湾关系法 来确定美国政府啊 对台湾的责任 但是大家注意到没有 台湾关系法里面的台湾 是不包括金门和马祖的 只包括澎湖和台湾本岛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中共 他如果是攻占金门马祖 美国是不会为这两个地方啊 去跟中共开战的 所以说占领金门马祖 中共没有直接和美国发生战争的危险 而且攻占金门马祖呢 对习近平政权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第一个好处就是啊 他可以宣布进入这个战争状态啊 然后宣布啊 进行军管啊 和战争时期的这个供给制 这样呢 他就可以强力的镇压党内外的这个反抗势力啊 避开了经济危机这个引发的政治上的不稳定 那第二个好处呢 就是可以啊 宣布战争胜利了啊 说我们呢 旗开得胜 这样呢 他就可以提高军队的士气 那第三个好处呢 就是用金门马祖作为基地啊 对台湾进行政治上的甚至军事上的攻势 他们会怎么做呢 中共会在金门马祖成立中华民国的啊 政府啊 然后呢 把这个俘虏的国军呢 运送到内地啊 然后让解放军 沿用这个金门马祖国军的这个方号 保存这个方号啊 再派这一批啊 假国军去攻打去骚扰澎湖 甚至台湾本岛 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国军打国军的这种局面 造成了中华民国内战的这种局面 这就让美国啊 这个没有武装介入的这种法理依据 而中共这边呢 他们可以持续的骚扰攻击台湾 反正他们有的是兵源呢 如果局势走到这一步了 那对台湾对美国都是相当不利的 台湾本岛虽然不至于被中共攻占 但是呢 经济发展那肯定是大受影响 而且长期处于中共的这种武力攻击之下 永远呢 台湾永远都不会有安全感 那对美国呢 也不是什么好消息啊 一个小小的北韩 让美国已经非常头痛了 你如果是中国也变成了像北韩这样的极权国家 那美国不就更没办法了吗 当然了 最应当担心的还是我们中国大陆的人民 不仅仅是普通的老百姓 甚至是包括了一些权贵大家族 包括了一些腰肠万贯的土豪 包括了一些岁月静好的中产阶级 大家日子都不好过 一旦习近平当局啊 对外展开了战争啊 对内开始了军管 大家都别想要好日子过 朝鲜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那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习近平走这一步呢 美国现在正在肯定是正在加紧部署啊 现在贸易战呢 这个科技战已经开始了 已经重创了中共 军事围堵呢 现在也在逐步的加强 那美国现在已经加强了和台湾的军事联系 海军陆战队已经进驻台湾了 冲绳的这个美军基地 现在力量也已经加强了 这个民主共和两党 现在也已经在对待中共问题上面 已经形成了共识 但是光有美国在这个再动啊 那那是完全不够的啊 台湾也要动起来 首先呢就是台湾人要一时到危险 现在是台湾生死从亡的关键时期 大家别老是想着发大财 更不要为了幻想发大财 去认敌为友认贼作父 现在第一要务就是国家安全 解决了这个安全问题 将来有的是发财的机会 那第二呢就是台湾人一定要认清中共的第五纵队 中共的代理人 实际上找出他们呢 一点都不困难 有点常识的人 很容易就不能把他们认出来 比如说两个星期以前的啊 台湾亲共媒体到大陆去开会 接受汪洋的这个检阅 接受他的训话 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大家先把这些为中共说话的接受中共任务的这些媒体还有媒体人 把他们标志出来 然后联合抵制他们 怎么样抵制呢 台湾不是经常有这样的造势那样的造势活动吗 大家为什么不搞一场反对亲共媒体的造势活动 那这个活动啊 大家可以把这些亲共媒体的名单列出来 然后把他们的亲共言论啊 观点都列出来 让台湾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 然后呢 大家还要把中共的这个代理人也要标志出来 这也不困难 大家就去看一看中共大陆的啊 这个党的喉舌媒体 他们在吹捧哪一些台湾政客 用了多大幅度来吹捧 然后再看看那些翻墙过来的五毛水军 看看他们在帮谁说话 为谁造势 从大陆翻墙到海外互联网平台的只有两种人 一种啊是反共民主人士 一种是中共雇佣的五毛水军 两者的表现在政治倾向上面呢 是截然的不同 非常容易分辨的啊 五毛水军支持的人 那就是中共的代理人 大家再看一看台湾的这些亲共媒体 他们在支持谁 在帮谁啊 抬轿子吹喇叭 这些啊 既有大陆的这个媒体的支持 又有五毛水军的造势 又有台湾亲共媒体吹捧的这些人 这些政客 就是中共的代理人 绝对不会有错 不会有错啊 把他们标志出来之后 就要动员自己的亲朋好友啊 同学同事 大家一起来抵制他们 揭露他们啊 就要大家都上台湾的这些独立媒体 自媒体去揭露他们 而现在台湾的蔡英文政府 现在正在加紧备战了啊 再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 非常好 但是呢 我还觉得啊 不够 就我刚才提到的啊 中共的这个占领金门马祖的这个方案 我想呢 也给台湾的朋友提一个建议 用什么样的方法 才能破解中共的这个方案 中共要想要占领这个金门马祖 国军呢 防守那是守不住的 这就是为什么 美国在军事上面 根本不把金门马祖 当成是台湾的一部分 那既然守不住 为什么还要派国军去防守呢 那中共进攻这个金门马祖的时候 那里的国军呢 就只有两种结局 要不呢 就是被打死 要不就是投降 而这两种结局呢 台湾都应当避免 一定要避免 最糟糕的是啊 他国军防守失败了 中共就可以声称取得胜利了 统一大业有进展 这样他们就政权呢 就得到了稳固 那更严重的是啊 他还会保留 已经投降了那个国军的方号 然后呢 把这个人员那都换成解放军 然后用军队用解放军啊 来对台湾的进行骚扰和攻击 要避免这种状况出现 很简单 就是把金门马祖设定为非军军事区 或者叫做两岸和平交流区 这样把国军呢 往回撤 把他们呢 用来加强澎湖和台湾的防卫力量 这样呢 中共他们占领金门马祖这两个地方啊 这两个不设防的和平交流区 他们不仅仅不能够宣称 他们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 因为根本不会有战争嘛 那而且呢他们政治上还要丢分 两岸的人民啊全世界的人民都会一起来唾弃他们 这样他们就达不到鼓舞中共军队士气的作用 而台湾这方面呢老百姓就会完全认清中共的本质 台湾的这些亲共媒体亲共政客就会被彻底的抛弃 台湾人民呢就会同仇敌盖啊 反对中共的侵略 那我在一平论证的第121期里面呢 也曾经建议啊台商应当立即撤出大陆啊 台湾人应当清空他们的人民币资产 台湾政府呢应当限制那些退休的高官啊 政府高官和军队将领访问大陆 这个视频呢在台湾呢 嗯流传的非常广 现在点击量啊已经超过了90万了 我其中的这些观点呢 也得到了台湾的很多朋友的认同 现在有接近6000人写了评论啊 其中绝大多数的都是台湾的人 到了今年2月份的时候 台湾的民进党啊就在立法院啊 提出了一个提案要限制退休退役的这个高官的访问大陆 所以说啊在民主制度下 台湾的民意它是可以影响政府政策的 所以我也希望呢在这里啊 希望台湾的这个民众啊 讨论金门马祖设立和平交流区的这个这个建议啊 希望台湾的这个民进党政府啊 赶紧提出这样的一个议案 把金门马祖设立为和平区啊 尽快的付诸付诸实施 中国大陆的人民呢 还有这个所有希望中国民主自由的这个海外华人 那大家更要有一些紧迫感要阻止习近平啊 那政权斗秦立施 阻止他们绑架14亿人民去对抗民主世界啊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颜色革命 那就是民变兵变和政变啊三变齐发 现在啊天时地利人和都已经具备了 只要大家在同一个时间展开行动 那么这些行动啊就自然的会联系起来 就会展示出强大的力量 那这过去几天呢 就是啊六四三十周年的纪念啊 现在这个香港的啊有盛大的晚会啊 这个啊温哥华我们温哥华呢也有在中领馆门口也会有纪念晚会 现在呢这个啊加州的自由雕塑公园也会举办这个盛大晚会 现在那个雕塑公园呢已经建成了一座巨大的六四纪念碑 雕塑家陈文明先生呢还建成了这个坦克人的雕塑 我们全民共振平这个平台啊也会啊 也会在那个时候啊给大家推出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纪念活动 大家终身难忘的纪念活动啊 这个加州自由雕塑公园纪念活动的时间和地址 我会在这个视频下面的置顶评论里面啊写给大家 希望大家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去参加 大家一起来纪念六四 大家一起来继承六四的精神啊 来推动中国的民主运动啊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那希望啊 赞同我观点的朋友点个赞啊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请订阅啊 谢谢大家 下一次啊继续跟大家探讨问题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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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